双方持续的激战 根据了乌克兰的统计 截至到昨天上午9点的时候 俄军累计阵亡的人数 已经是突破了15万大关 详情我们请教记者彭惠云 俄乌战争到目前为止 已经正式进入了第二年 那么乌克兰这一方 他们有公布了一个统计数字 说是截至3月2号为止 俄军这边的阵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15万大关 是15万又605人 而其他的武器的折损 也是相当的惊人 看到像是战车 就是逼近了3400辆是爆销的 还有像是装甲车 也是损失了将近6658辆 无人机就有超过2000架 巡异飞弹也已经耗费了857枚 所以看到对俄乌双方来说 都是在打一个消耗战 那么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库列巴 他也持续的来向俄罗斯来呛响 说他们已经挺过了 这个艰难的冬天 而这也是普京开战以来的 第五度重大挫败 因为他说乌克兰已经熬过 普京想要的冬季恐怖主义 就是特意攻击他们的电网 要让他们饥寒交迫 进而逼迫乌克兰投降 但是这个计谋并没有得逞 现在乌克兰还是依旧是在 巴赫姆特这个地方 持续的来守住的 但是乌军的指挥官也说 手是守住了但是现在还在付出相当惨痛的代价 美国的NBC近日播出资深特派记者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的独家报道 乌克兰政府宣布他们要调查交给会员 现在有非常多的欧美媒体都很关注乌克兰的情势 也派了采访团队直接到现场去采访 但是要看到美国NBC的团队就引发了争议 因为他们的团队是到了俄罗斯的莫斯科 在经由克斥大桥 也就是连接俄罗斯还有克里米亚半岛这座大桥到克里米亚采访 而且这座大桥去年10月的时候才被炸 所以采访团队也非常理所当然就直接拍了整座桥的修复 还有通车等等的过程 甚至也近距离拍到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舰艇 也和当地的民众进行访谈 当地的居民还表示说觉得自己是俄罗斯人 如果是乌军要踏足到克里米亚半岛 反而是他们会挺身作战 而且这些民众还责怪泽伦斯基说 没有人告诉他们战争到底要怎么样结束 那看似非常完整深入的专题报道呢 却被乌克兰政府列为是黑名单 因为他们是说从俄罗斯的领土访问克里米亚 这已经违反到了乌克兰的法律 必须要承担法律责任 所以呢现在这个记者跟采访团队都被列为黑名单 他们甚至因为这样的行为被禁止 进入到了乌克兰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有乌克兰的破坏分子 向俄罗斯境内边境地区发动了恐怖袭击 交给会员 那么在巴赫姆特这边 俄乌双方的激战还没有结束 但是现在却又看到了俄罗斯这边指控说 乌克兰的军人对于他们的村庄布良斯克来发动攻击 因为这个布良斯克呢 其实就在俄罗斯的境内 非常靠近乌克兰的边界这边 那么他还说乌克兰先对平民开火 所以俄军这边正在采取措施 要消灭恐怖分子 还称乌军是恐怖分子 但是乌克兰这边回应就说 这个是俄罗斯非常典型的蓄意挑衅 他们只想吓唬人民 来把他们的侵略行为给合理化 那另一方面呢 其实看到是北约的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表示说 为了展现对乌克兰的支持 所以他们已经邀请泽伦斯基来参与7月份的北约峰会 他表示说这个是团结一致的有力标志 那这也是北约来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最新动作 那关心完了卧战情 我要告诉您的是TVBS有推出TVBS娱乐头条 欢迎您扫描这个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好友 就可以带您掌握国内外的娱乐新闻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